新方的有关做法将对港司法合作政治化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了香港特区 同期开展司法合作的基础 偏离了司法合作 维护正义和法治的宗旨 为此中方决定 香港特区暂停港新移交逃犯协定 同时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新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中方对新方的有关错误做法坚决反对 这是保护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正当之取 也是保障立法会选举安全和公正公平的必要之取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已分别就此发表声明予以支持 为因应疫情灾害而推迟选举在世界上不乏先例 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符合这一通行作法 合情合理合法 我要强调的是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中国的地方选举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也没有理由干预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对有关的企业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 这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 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双重标准 也违反了世贸组织开放透明 非歧视的原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 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 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推行歧视排他政策 这样的言论缺乏依据 也不具建设型 我们多次强调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中瑞关系发展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 就是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 我们希望瑞方珍惜中瑞关系的良好发展局面 并恪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北方的上述行径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予以强烈谴责 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 人权民族和宗教问题 而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权利 也没有资格横加干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与内地方的各民族 毗邻而居 和睦相处 守望相助 为推动新疆发展 增进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 巩固国家边防 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方有关指责 完全是造谣 污蔑 我们敦促美方 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 如果美方 执意妄为 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击 蓬佩奥的说法毫无根据 运用现代科技产品和大数据方法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这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 美国也不例外 新疆依法在有关公共场所 安装摄像头 目的是为了提高 社会治理水平 有效预防打击犯罪 这一措施增强了 社会的安全感 得到了各族群众的 普遍支持 这一措施 不针对任何特定民族 而且这些措施 监控设施本身 也不会自动辨认和针对 某个特定的民族 蓬佩奥等人将新疆 利用现代化的科技 加强社会治理的措施 无称为专门针对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监控 这纯属恶意抹黑 是为了破坏新疆 繁荣稳定 干涉中国内政 寻找借口 他们的图谋 不会得逞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 为各国企业的 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 公平 公正 和非歧视性的 营商环境 不要将经贸问题 政治化 不要滥用所谓的 国家安全概念 来推行 歧视性和排查性的政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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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